6月28日 全国田径冠军赛 继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在山东日照进行 在早上开战的女子100米预赛中 韦永利 葛曼奇 梁晓静 袁琪奇 和陈于杰等国家队选手悉数出战 这次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 也是中国女子接力队 最后冲击巴黎奥运资格的唯一机会 女子百米预赛第一组 陈于杰的起跑反应是0.160秒 前50米她并不占优 身旁第四道的潘越和她几乎是齐头并进 但随后的加速冲刺阶段 陈于杰的不平优势再次碾压对手 以13秒39冲过终点 轻松斩获小组第一 成功晋级 预赛第二组 作用梁小静和韦永利两名国家队选手 也是看点十足 梁小静戴了一副白色矿眼镜 显得非常年轻 比赛开始后 梁小静以0.132秒的起跑反应遥遥领先 韦永利紧追不舍 最终 梁小静逐渐拉开差距 以11秒44拿下小组第一 韦永利以11秒67排名小组第二 预赛第三组 葛曼奇 袁奇奇和李赫等诸多抢手出战 第三道的李赫发挥出色 略微抢占优势 随后的冲刺阶段 葛曼奇和李赫几乎是保持了这样的局面 最终 李赫以11秒44摘下小组第一 葛曼奇以11秒46拿到小组第二 袁奇奇11秒66排名小组第五 遗憾无缘决赛 这一场 看发向后 葛曼奇和袁奇奇 老公现在已经尖重了 不被感受着李赫 预赛结束后 最终成绩也应运而生 其中15岁的年轻小将陈于杰 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女子短跑的新时代第一人 他以11秒39拿到了预赛第一的名次 李赫和梁晓静的11秒44紧随其后 然后是葛曼奇的11秒46 授予几名参赛选手是丁超11秒57 许家路11秒61 朱俊颖11秒62 韦永利11秒67 6月29日晚 这八名选手将会在决赛亮相 竞逐最后的女子白米王者 或许属于陈于杰的时代 很快就要到来了